哒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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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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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紧紧 分享到最 深的地方 愿你的声音 凝静温暖 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姻缘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位自由摄影家王宏润 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 如果你在科技业服务的话 你对他会非常的熟悉 他26年的在这个高科技业服务 都是在这个CEO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对他来讲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这个转变 那在去年呢 他就想说要暂停在这个最大的这个高科技业的这个产业当中 这个总经理的这个职位放弃高薪 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我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将生活跟艺术结合的一个观念呢 在生活当中是相当难得的 是王宏润其实在他的这个CEO的生涯里面 曾经有连续八年是亚太地区 这个不管是员工或者是客户最满意的这个CEO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在澳湾公司工作 其实有相当大的不容易 以及相当大的一个人性内在的一个训练 那我想今天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 希望能够让他来跟我们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当中 在这个最大的科技业当中当总经理 你会一瞬间放弃这么高的薪水 然后要决定一个人去圆梦 完成你年轻时候的这个热情 拿着摄影机然后去全球各地去拍下美丽的景象 这一点我想对很多的朋友来讲 甚至你的家人人都不太理解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当时为什么会要放弃这么高的一个职位跟薪水 然后要去过一个自己选择的生活 其实到现在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 我做了这个决定 但是从做了决定的第一天开始 可以讲说这半年来我都非常的快乐 那去年是我满五十岁 所以对我来讲是生命里面非常深刻的一点 那去年我也接受新的挑战 到最大的科技公司去上班 那这也是我上班二十六年来 在第一天我不敢期望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把它抛弃了 那我想最主要的在我抛弃的那个刹那 这前两个礼拜我感觉到我的身体 心在跟我的脑子对话 那在去年初我的体检 其实第一次有红字出来 虽然后来检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已经一个warning出来 一个警告出来 所以我打算说好好的给自己一个休息 那所以我做决定那一天早上 我老婆还跟我打赌 你敢做决定 我们就去私路 而且请他帮我付 因为他知道 我这样的话已经讲了很多年很多年 他没想到我真的做决定 就在那一天我就把我辞职信送给我老板 我老板还说 你不会明天在另外一家公司出现吧 我说不会 我真的要去私路 所以这个时候证明 我真的在私路出现了 或是在新疆出现了 我认识的朋友 不过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 要放弃一个高薪 或是一个在自己很习惯的职场上来 是很不容易 但事实上你对你的工作上 其实是蛮执着的 而且非常的努力 我看你自己写的是 比如说有260天的假没有放 没有为自己放假 但是你很care你的员工的放假 其实在这里面 尤其在很多的外商公司 或是在高科技行业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压力的一个工作 你是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工作 但是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心情去挤压自己 我觉得相当不容易 现在你提到这个问题 这也是让我休息半年 也是自己在省思自己生命过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理由 那我自己认为 虽然说体检报告出来 医生告诉我没问题了 但事实上我认为 如果我那时候没做这个决定 我现在可能在医院里面 可能以后会有问题 那过去我是常鼓励员工 一个balance life 就是一个平衡的生活 所以我过去会跟员工讲 说你公司的生活 个人的生活 跟你对公司的贡献度 跟你拿到的新丑 怎么样最好是一个正方形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 在不同时间 不同的一个形状 但是个人组织 公司整体怎么样 创造一个最好的平衡 那所以我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当我的心 在告诉我的脑袋对话 那两个礼拜 在那两个礼拜前 我去了不老不老 在宜兰的 我经常去那边 去放空 让自己的生活 能够在家人的时间 能够有一个平衡 事实上我也邀请很多朋友 做同样的事情 我总是觉得 尤其是一个男生 在一般的这个社会 都觉得男生应该是 扛家庭的大梁 但是怎么样能够把 能够回到家之前 把你在职场上的压力 就能够release掉 而不是说提早回家 但是把情绪带回家 这是我一直 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是 我想很不容易 就是在这个科技业界当中 我们科技业界在台湾 真的是全世界引以为傲 所以知道这个科技业的 这个高阶主管 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竞争相当的激烈 所以你在这26年当中 你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的员工还有客户 对你还有这个老板 对你的这个满意度 是非常高的 你的领袖力 可不可以跟我们 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怎么样带领你的员工 让他们能够跟着你 一起不断的往前冲 尤其在这个 非常竞争的行业里面 你自己的领袖力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 事实上我没那么伟大 所有的 做到的成就都是团队做到的 我想我的团队帮助我 把台湾从最高员工离职力的国家 变成最低离职力的国家 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事实上 我是一个台湾的CEO 但事实上在全球组织里面 我是一个中间主管 所以当面对员工的时候 我总是想着佛教徒 我不入地义写入地义 到面对老板的时候 我就想着基督徒 挪药归一主 因为企业的组织有 他一定的运作 跟机人 但最难的是 同时间你两个都要面对的时候 那真的要小心翼翼了 所以在金融风暴的那一点 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员工 离开公司 因为在那个时间 离开是真的找不到工作 那不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家庭 像你现在五十岁 然后你再走到大自然当中 去观察这些影像 里面我觉得有透露出一些 很不一样的一些心情 就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有温度的 感觉你的内在是有光的 所以你拍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温暖 那个部分也象征了 你的一些心境 不管是说你向往自由 向往飞 向往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空间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就是说 当你再拿起摄影机 然后走到大自然当中 拍下这些特殊特别的一些影像 你自己的一个按下快门的时候 那时候的一些心情是什么 你有没有一些语言想要传达 它代表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工作的机会 我过去曾经走过三四四个国家 但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停留在机场跟饭店里面 所以我对饭店跟机场的音像 特别深刻 但是我就希望 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我就希望到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 那就是新疆 所以到新疆 你看到什么都是大的 那 当然去那边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先做准备 我的希望说 我不要再计划很多很多事情 因为在过去你已经很会计划了 现在就是不要计划 所以我在新疆的朋友 打电话跟我说 不去来不及了 所以本来我们是四个人要去 那因为那边的气候变化跟摄影 会有很大的关联性 所以我隔天就飞过去 那到那边 他给我一个一百字的行程表 不是密密麻麻的 就是到哪些地方 然后当然我请了一位司机 那开始这样一个人的旅行 那过去我已经习惯 因为求学的关系 常常一个人在外头 所以一个人旅行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 到新疆我拍摄 第一天拍摄这些景物 我发觉 我不知道那个景区里面 有哪些东西 但是后来就像我 在第一天 看到在这个壳上面 有个吊桥 我就想到我 童年的时候 我经常在那个吊桥上面 游戏 跟着我的兄弟姐妹 我在想 那个吊桥上面会出现哪一些景象 果然我就等 在那一个小时之内 有骆驼经过了 有马经过了 有机车 摩托车经过了 有人经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景象 在跟我过去的生活体验 在加上所看到的这些 当时的景象 发觉有一个生命上的触动 就是在某些景物 过去似乎发生过 但是你没办法再过去留影的 那你现在能够把这些美的景象 留影下来 我经常在讲说 我是一个傻瓜画家 因为我不会画画 但是现在的相机 很快的可以帮我画出一幅 我喜欢的画 甚至很简单的这些免费的软体 它很快的可以帮我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就出来就像一幅画 那我想这个是 我觉得原来不是我意料中 但是在这几个月的经验里面 在旅行的经验里面 我发觉它可以更美 是 你可以跟我们谈谈 就是在这个黄山拍照的这个通时 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境遇 你这些境遇来讲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连结跟感触 你可别跟我们谈谈 去看这些大山大水 尤其就像看黄山 我这次去黄山 我特别挑了从上海过去黄山 因为可以从飞机上面看黄山 那因为到了黄山 我可以体会过去古人 李白到黄山 这么多无能雅克上去 他们的一个经验 或是张大浅 但是我就想说 从飞机上看黄山 体会一下从天上 看人间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一个人间仙境 那过去我对 因为我的二哥跟我弟弟 在我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我对生命基本上 我感觉会比较尊重 那我也觉得怎么样去把握一段死光 可以跟家人的互动更深 尤其在我 休息的时候 到医院做了几次的检查 在医院看到很多的生老病死 那我们会感受到生命是很渺小的 很脆弱的 所以在黄山呢 你看到虚无缥缈之间这些云彩 你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前面看到的 明明就是松树 明明就是岩石 但是后面呢 明明看起来就像仙境 就像国画里面 就像影片里面所谓的仙境 所以怎么去把握生命在那一刹那 我也觉得这是我认为我应该做的 尤其到了五十岁 那当我决定辞掉工作的那一天 我儿子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我第一次收到我儿子 我主动传绝训练 其实在那一刹那我都觉得 即使放弃了这一切 但是我觉得值得 因为可能我不做这个决定 可能小孩他已经习惯了 因为他重生下来 好像看到他的父亲 他的爸爸只会做老总 只会做总经理 所以我希望让他们看到说 不做工作的时候 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是不是也可以做出来不一样 我希望他们会做梦 他传了简讯说他会拼学策的 过两天就要考试了 我在意的不是那个结果 我在意的是说我的小孩会不会做梦 所以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 我能够跟他们一块做梦 那当然对我来讲是个圆梦 但是我也希望做 我下半辈子新的梦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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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先割捨掉一個原來你很習慣的生活方式 如果以現在你 你會鼓勵很多 很多現在在職務上的CEO 跟他們講說 如果你還有夢 你要去追尋的嗎 可以放下你的CEO的工作嗎 我想會很多人打我呢 我在Facebook 在臉書上面做一些分享 不是要刺激很多人 我覺得上班很多的事情不是自己去計畫的 所以我覺得有些失誤的分享 我覺得是必要的 那只是說 如果你不退下來 你去體驗一下 你如何知道說 你應該怎麼去計畫 所以我是覺得 讓自己的眼界再擴大 感受一些不同的境界 就像說 拍的照 你把影像帶回來了 但是你帶不回來 那時候的溫度 那時候的濕度 那時候三百六十度 三度空間的 環場的這個感覺 更帶不回來那個味道 所以 有些事情 你必須要去做一些體驗 對 就像秘書不再幫你排這些schedule了 你自己安排 因為你到了八十歲 你還得自己安排 所以 反正是過去你會的技能 到最後你可能不太會了 所以當有了這些科技性的產品出來的時候 我認為現在的科技性產品 功能都大過於需求 但是好好怎麼去應用它 在你的生活裡面 跟你所想要的真 善 美 能不能做一些更好的一些氣和 結合 我現在是在做這個運作 所以就是怎麼樣子去善用這個雲端科技 還有人類的這個愛心 能夠創造一個更好的一個未來 然後讓人的這個真 善 美這個部分 能夠藉著這樣的一個雲端的這個平台 分享給更多的人 看到更多不同的一些生命的一些經驗 我想 宏仁 這個 我一直非常佩服你 你真的是 帶員工 帶人 還有你自己的一個生活的一個 自我的一個要求都很高 我覺得你的生命是很平衡的 因為你講到你五十歲之前 你過的是一個奮鬥的人生 我確實覺得我們在五歲之前 是真的要為我們的這個 在職場在工作上 為生命而奮鬥 而五十歲之後 我發現你是玩你的這個人生 就是你可以去過你自己選擇的一個人生 是的 我覺得五十歲之前 就像你的名字 是你父母給你的 我的名字叫做宏仁 但是我覺得五十歲之後呢 就像你幫自己取一個名字 不是要去改名 而是你應該可以決定 你後面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雖然我父親聽到這一句話 可能他會不高興 不過要非常謝謝 謝謝洪潤今天來到這個節目當中 來分享你 我認為是非常平衡的一個生命之美 非常謝謝你 謝謝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我們的節目時間到了 我們要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更要感謝的是薛導播 也帶來現場所有的工作人員 音樂小聚 我們下次再去看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